哎呀,怎么不知不觉又打竞赛了,都要强制下线了 现在我们也是把这个号打到了5393分,距离超级王牌12星还差7分 等一会儿,等竞赛结束咱们上来打杜结局,打超级王牌12星的杜结局 同时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集游戏,能不能杜结成功就看这一把了 能不能超级王牌12星也就看这一把了,再把咱们打杜加岛 第一条命挑科学管,钢枪,必须干翻全场 flag咱们就先行立下 看看这皮肤,再看看这青森马车,再看看这隆重的出场方式 必须得干翻全场才行,要不然都对不起耗主这一身装备 一个 这把就跳了一个吗 只见一个脚印,只听到一个人 不够杀的呀,跳的人太少 哦,原来还有一个,只不过这个人没跳科学管,跳旁边的小屋子吧 这两个敌人很凶啊,都已经互相干起来了 石化剑又来了一个,有个降落伞刚落地,现在是三个人 OK,打起来了 嘿嘿,偷了一个 这个人怎么在左边啊 主播还以为这个人在右边呢 刚才主播杀的第一个人,头是朝右的 以为他在跟右边的人打架 没想到这个人在左边 不过没关系啊,咱们还有一条命 第二条命就先苟住,先把斗结局上了再说 先把王牌12型上了再说 出身寒威不是耻辱 能屈能伸方位丈夫 咱们就先去一下,先苟一下 等待会感觉气氛有了,咱们再 搞一下,找人打 这吧,死得有点快 所以说咱们先来海角镇西边的车库 发育一下,看有没有车 有车的话把车开上去 再来海角镇发育一下 就在发育中度过游戏前期 搜了一会儿,感觉发育差不多了 现在就开车进去 现在长还有16名的敌人 说话间死了一个还有15名 第二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去安全区内找个没人的房区待着 狗住 主播是上分主播,不是钢枪主播 钢枪是兴趣暗号,上分才是主页 现在是干正式的时候 排查看有没有人 轻一下点,排一下点 没人的话就在这车库待着 决赛圈刷在科学馆 还行,科学馆咱们还是很熟的 走,就现在 趁热场上其他敌人的注意力都被开枪的这个人吸引过去 咱们赶紧进圈 这个时候还是能稍微安全丢丢的 马上前十了 这人身上的装备还行 有喷子有雷 没亏 现在本局游戏的首位淘汰王才诞生 由此可见 大家都杀的不多 并不是主播一个人杀的不多 不着急走 在这扛会毒 这么多要不打的话呢 岂不是浪费啦 现在场还有八门的敌人 看我们能抗死几个 主播抗毒的时候 大家也别客气啊 该点赞就点赞 该关注就关注 奇了怪了 这都已经下毒三瓶饮料了 怎么还是不见掉人 有车声 再喝瓶止痛药 止痛药喝完走吧 刚才那个车路过的时候都没人打他 没人打他的话那应该也没人打我们 现在这个时候震撼是缩毒的时候 咱们正好卡个圈鞭 大风车没人就在这里待着 边走边抗毒 哇这个毒好痛啊 前方有人直接下马打 一喷两喷 淘汰王也不过如此 杀的多不代表能活得久 你看这现在的吊人速度掉的多快 转眼之间长就像最后两名敌 这分上了是不是很简单 啊这就第2名了吗 现在长就像最后一个 那这王牌十二行有了呀兄弟们 勾勾分就有了 走了进圈 人在右侧 来石头 来了 插雷 怎么是低炮 低炮就低炮吧 没关系 丢 炸 嘿嘿 简简单单难下 四杀吃鸡架了13分 成功杜劫 差距王牌十二行 完美下波 这其实是第2次杜劫 之前已经杜劫失败一次了 第1次死的太丑陋 就不给大家看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直播